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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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间余雾化作露水 正是芽头最为滋润清脆之事 采摘的要求就是整齐的采 一批一批的采 用指甲去掐是不行的 与别处春茶采摘一芽一芽不同 徐素华只采摘那卷曲待斩的嫩芽 这种单雅采摘的绿茶 源自雪水岭的野生茶树 所以当地人叫做雪水云绿 摇放的盛芽的芽头 Jerusalem of the fish anterioridad 它修配的着牺牺牺牲 大约三万个嫩芽 炒制好的雪水云绿 挺直扁缘 形似连心 脆芽玉粒 脂色嫩绿明亮 鲜醇甘甜 雪水云绿被誉为 中国真行茶的鼻祖 好茶少不了云雾的滋润 森林里的清泉 从不吝啬对生命的滋养 铜炉茶山的水溪溪时间 游动着很多身上有纹路的小鱼 当地人叫做石斑鱼 学名光纯鱼 石斑鱼对水质的要求极高 南方山区一清见底的浅溪 才是石斑鱼的野外生存环境 菜茶下山 须素华顺路在水中抓上几条 他要做一道独特的美味 须素华用滚烫的开水 泡了一杯雪水云绿茶 烹制的秘诀藏在这杯茶水里 偷洗干净的石斑鱼在锅中慢煎 煎好的石斑鱼直接加入清水 放入葱姜等调料 最后把茶水倒进锅里 茶叶不但去除鱼的腥味 还给鱼汤提鲜 焖煮到汤色变为奶白 此时香气直钻鼻孔 肉质细嫩 鲜美中带着清甜 仿佛尝到了溪水的干粒 今天许素华和老朋友 做一个特殊的探索 用刚炒制的雪水云绿茶 调制宋代抹茶 铜炉制茶 据文字记载有两千年的历史 将茶叶碾碎研磨 然后用细网过筛 将无法研碎的茶梗筛选出来 保留小颗粒的茶末 竹刷快速搅拌 直至泛起泡沫 这层茶末堪比人参 往一圈绕一圈 起来 先跟刚好 好了 现在开始点茶 跟这个抹 宋代豆茶中 以茶墨为傲 越上好的抹茶 墨就会越多 墨保持得越久 越是胜者 这是您的做的抹茶 抹茶 会很漂亮 对于许素华 无论是探寻野生茶树 还是寻觅千年茶香 都源自铜炉人 对茶叶的极致要求 雪水云绿 这富春山居途中走出来的一撮内涯 隐身山野 是那颗激情山水的淡泊心 来到长江之畔的南京 水往纵横的江南 没有广袤的牧场 水中的鸭子 代替了草原上的牛羊 一大早 南京的街巷中 就开始飘起鸭肉的清香 整鸭熬制的浓汤 小火慢滚 红薯粉丝 豆泡和鸭血 在漏勺中吸足了汤汁 鸭杂满满当当 一碗倒地的南京鸭血粉丝 汤清味鲜 如果配上鸭油饼 那就是南京人早餐的绝配 南京素有无鸭不成席之说 南京人每年要吃掉一亿多只鸭子 而南京盐水鸭更是久负盛名 我们南京人特别喜欢吃鸭子 张建文 南京盐水鸭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马上就要中秋了 他要为家业准备几只鸭子 第一道的盐水鸭 一定要选用南京城周边的 荷叉和胡塘里散养的麻鸭 白天吃小鱼小虾 晚上喂五骨杂粮 长到1700克至1900克左右的小麻鸭 此时的麻鸭肉质紧实 肥瘦香移是制作盐水鸭的首选 咸味可以催发出食物本味的鲜味 盐是制作盐水鸭的灵魂 对于炒盐 张建文有着几十年的心得 加入花椒 八角等香料 大颗粒的海盐不断翻动 炒盐的最高境界是起毛 盐力磕磕细腻 如一层白毛 便是恰到好处 接下来是用炒好的盐 给鸭子来个深度盐浴按摩 不同部位和力度 怎么把控全靠师傅的多年经验 腌制好盐的鸭皮 还需要用老炉再副炉一次 老炉中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味道 更是其散发特殊香味 随后张建文将鸭子晾挂风干 经过一夜 风会带走鸭子表皮的水分 鸭皮慢慢呈现淡黄色 第二天 盐水鸭的最后一道工序开始了 腹腔中塞入葱姜的风干鸭皮 没有蒙火的炙热 全凭小火一点一点 将鸭肉的汁水锁住 低温煮熟 时间让做出来的盐水鸭皮白肉红 鲜嫩咸香 盐水鸭的制作 距今已经有2500年历史 中国人的爱注定与厨房无法分离 无论是碱是烦 是浓是淡 家宴的每一道菜肴 舌尖细细品味的都是家人浓浓的温情 最让家人们酒食不厌的还是盐水鸭 入口泛起的汁水是南京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味道 不变的食材与工艺是一道美食千年不变的灵魂 一只鸭子的味道滋润了一座城的记忆 北京前门大街 是京城最古老的商业街 老字吼汇翠云集 如果说南京盐水鸭 是街头巷尾的大众美食 老北京挂炉烤鸭自打诞生在这条大街 就是一道大饭装的招牌菜 响当当的国菜头牌 胡同里流淌的是老北京的记忆 年过六旬的袁超英 做烤鸭已经干了四十年 是京城有名的烤鸭一把肝 每天清晨 她都坚持步行上班 就是为了锻炼锻炼自己的腿脚 一杯浓浓的茉莉花茶 香气飘气 香气飘气 袁超英每天的工作开始了 第一件事就是一枝之过目 当天要食用的鸭皮 你这烤了 我把这三个楼挂那边 料理 这边还行 鸭皮的皮上 不能有任何瑕疵破口 而且要选2200克至2500克 风鱼肥美的整支北京鸭 六百年前 明城祖朱棣迁都北京后 大运河的曹运船 将南方特有的小白鸭 带到北京 简石散落稻米为石 落湖京城后 几经驯化而成的小眼白鸭 被叫做北京鸭 北京鸭全身羽毛纯白 体型硕大丰满 前部昂起 尾部顿起 微向上翘 肉质鲜美柔嫩 是世界上公认的 优质肉食鸭之一 但要制作北京烤鸭 养到四到五周的北京鸭 还要人工育肥 当皮下脂肪达到七毫米 体重约三千克以上即可出篮 育肥的北京鸭 才是制作北京烤鸭的指定食材 处理好的鸭子 经过冲气 开糖 净糖 支撑 烫坯 上糖色 挂钩 晾坯 春秋季节 鸭坯在凉爽通风的自然条件下 经过一夜风干 鸭坯就可以等着入炉了 指定的食材并非正宗北京烤鸭的全部秘密 地道不地道 门道还在这炉子里 每天八点半 炉子就开始点火 明炉烤鸭用的柴火必须是果木 而由于枣木最佳 枣木密度大 烟轻耐烧 活稳定 果香浓烈 快到饭点 袁超英眼睛就盯在炉子里 炉子里的空气 看上去已经清澈不浑浊 此时 炉温已经升到200度 热量均匀地渗透到炉壁内 鸭子可以入炉了 入炉前 鸭皮灌进开水 行话叫做外烤内煮 烤鸭要靠炉壁散发的热量 将鸭子烤熟 北京烤鸭一般烤45分钟即可出炉 但袁超英却要烤70分钟左右 为的是低油 让油脂充分渗透到鸭皮与鸭肉中 此时火力是个关键 炉内温度的调整 就烤师傅的经验了 吃袁师傅的烤鸭 要么提前预约到店的饭点 要么就得耐心地等待 当炉内的鸭子 相比白条鸭的重量 减少三分之一时 鸭子可以出炉了 刚出炉的北京烤鸭 鸭子胸脯饱满 鸭皮枣红亮润 鸭肉的清香扑鼻而来 最传统的吃烤鸭需三样配料 小麦面粉酿造而成的甜面酱 秋冬世界的山东张秋大葱 死面的手工荷叶饼 鸭皮蘸白糖 酥而不浇 入口即化 荷叶饼上抹上甜面酱 加入四五片鸭肉 甜面酱发酵中产生的益生菌 可以中和烤鸭的油腻 帮助荷叶饼消化 葱白可以平衡鸭肉的寒性 鸭卷入口 鸭肉香嫩不柴 四代枣木烟熏果香 满满的仪式感 蕴含着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这是吃了会上瘾的美味 北京挂炉烤鸭 由宫廷传到民间 距今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袁朝英认为 自己这套烤鸭的功夫 并没有他的独创 每个工序都是学艺师老师傅教的传统工艺 飘香百年的京城味道 是浓浓的精韵 也是满满的守正的智慧 玉江是珠江流域西江水泄 最大的支流 广西贵港 牧阁镇是玉江边的一座千年古镇 有贵县四大名须之称 牧阁人不喜辣 爱白切茶烧 口味以清淡为主 饮食习惯和广东很像 牧阁镇 属于平原与丘陵相间地带 自古以种植水稻为生 牧阁人喜欢在自家房间屋后和稻田间 种植甘蔗 这些足有四五米高 枝干挺拔 貌似椰树的甘蔗田 隐藏着牧阁人对田的痴迷 梁永强 今年五十三岁 今天他和八十岁的父亲 一起来到自家的甘蔗林 梁永强家世代以种植甘蔗为生 他父子要看看今年甘蔗的橙色 牧阁镇甘蔗种植有一套独特的手法 甘蔗长到一米多 牧阁镇浓将同一土穴中的八根甘蔗 用蔗叶捆绑在一起 随着甘蔗生长 甘蔗每长高六十厘米左右包裹一次 甘蔗整个成长过程 约需捆绑五六次 甘蔗捆绑起来后 田间通风透光好 光合作用强 拔结块抗风灾 从陆下到深秋 木阁镇农几乎每天都在这田里 一遍遍重复地劳作 枯燥中扎住风与阳光的金花 就为那冬日的一口清甜 木阁镇农采用独特的杂树技术 种植甘蔗 已经干了一百多年 此时木阁镇也到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 割开甘蔗叶的包裹 剁出的甘蔗皮如白玉 清透润粒 绿带金黄 被人们称为白玉甘蔗 白玉蔗与黑皮和青皮甘蔗不同 结肠皮薄 这肉纤维细少 肉质脆嫩 有玻璃脆之称 一口咬下就像咬到全眼 汁水满喉 在冬季干燥的季节 一截白玉蔗吃完 整个人都滋润了起来 只有木阁镇周围三公里稻田所产白玉甘蔗 才能如此脆嫩清甜 白玉蔗的糖分 由蔗糖 果糖 葡萄糖三种成分构成 即以为人体吸收利用 且含铁量特别高 被称为果蔗之王 白玉蔗在木阁出了鲜石 爱煲汤的当地人也用来入转 白玉蔗切断与无鸡葱姜放入砂锅 加少许水 一个小时 一锅伴随淡淡甜香的乌鸡汤 就可以出锅了 白玉蔗的汁水与乌鸡汤水相融合 与椰汁炖鸡有异曲同工之妙 甘蔗清热生金润造河中 乌鸡滋因清热补气养血 是冬季滋因润造的佳品 春种东收 一年时光换取的翠田 在木阁一句好甜的赞赏 是这农最期盼的喜悦 梁永强远在广东打工的女儿 找了个广东女婿 过几天 梁永强全家要去广东参加订婚宴 特意装上几盒白玉甘蔗 他认为这是拿得出手的礼物 绝佳的食材 就在大自然造就的蜕变 与时间的积累 这需要足够的耐心 等待中大地滋润的是雾 时光滋养的是心 这是食材的魅力 也是人们精神的归宿